今天的最新进程 2004年1月23日 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下 如今我们走过整整20年 的奔月梦想 随着不久前 嫦娥六号月球探测器的成功发射 正式进入第四阶段 现在嫦娥六号探测器 已成功实施静月制动 顺利进入绕月轨道 我们对嫦娥探月的信心 在嫦娥六号发射时 就体现了淋漓尽致 5 4 3 2 1 电话 请飞 70 100分 2009秒 132号 北京实境 正月3号 17时27分 嫦娥六号探测器 由长征5号摇八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电发射场 成功发射 准确进入地越转移轨道 文昌雷达更多车场 摇槽信号车场 文昌飞行车场 一级关机 第二级分离 嫦娥六号探测器 嫦娥六号探测器也开始了为期约53天的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之旅 预选着陆和采样区为月球背面 接下来 嫦娥六号将完成地月转移 月背落月采样上升 月球轨道交汇对接 月地转移 再入返回等一系列动作 最终带回月球背面的月壤样品 然而在亲历此次长征五号摇巴运载火箭发射的全过程中 创新北京记者却经历了报道生涯中不为特殊的一次体验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在我身后有两个乳白色厂房 在画面右边的这个是长征七号和长征八号的垂直总装厂房 而画面左边的这个就是长征五号的垂直总装厂房 在接下来的几天 我将带大家见证探阅工程四期嫦娥六号发射全过程 进入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我们感受到的是与西北大漠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所完全不同的南国风光 在这里我们望月千年的古老梦想 正在由非常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逐步实现 长额与这些年轻人相守相伴 也相互见证彼此的成长 他们深耕技术不断迭代 让长额六号拥有了更多保障 得以面对新的挑战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24年的5月1日 上午的9点50分 再过10分钟 就在我身后的多功能厅内 即将召开的是探阅工程四期 长额六号任务的说明会 长额六号任务的一个工程目标 是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 月背智能采样技术和月背起飞上升技术 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 同时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 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 月背是对地球正面是不可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新的支持下 才能开展相关的背面的采样 着陆起飞这些工作 在我身边有这么一个大的 犹如圆珠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徽章 长额六号任务徽章 我们的长额六号的探测器 叫着陆月球的背面 着陆月球背面之后 信号就会传辑传输有问题 那么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小伙伴 来帮助我们传辑信号 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中继星 也就是雀桥二号 雀桥二号现在已经在黄越飞行 他的任务呢 就是为我们的长额六号呢 来传递信息 传递图像 传递指令的 雀桥二号已经和长额六号 完成了载轨的中继对通测试 接口功能正常 书记接口满足要求 2024年3月20号 8时31分 雀桥二号中继星 由长征八号摇三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成功发射升空 在完成近月制动 并成功进入绕月轨道之后 雀桥二号也正式开始了 自己的使命 等待着在长额六号到达月球后 与它和地球之间建立通信的桥梁 就在我身后的这个长征七号 和长征八号的垂直总装厂房前 有这么样一个活动发射平台 那这个活动发射平台呢 是刚刚执行完 我们雀桥二号发射任务的 所以说呢 它现在呢 已经从我们的发射架 回到了我们的垂直总装厂房的门前 长征五号的垂直总装厂房呢 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一个单体建筑 那之前这个记录被谁保持着呢 一直被东风航天城的载人航天发射厂的垂直总装厂房 也就是9001厂房保持着 当我们长征五号发射成功之后 这个记录呢 就被我身后的这个长征五号的垂直总装厂房所取代了 我这个200斤重的胖子 在我们长征五号的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前 看看多么的娇小 我的双臂展开呢 只不过整个是大门的冰山一角而已 早在我们抵达文昌的三天前 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27号 长征五号摇八运载火箭 在完成总装测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之后 搭载着长额六号探测器 垂直转运至距离总装厂房数公里外的发射工位上 现在呢 这两个发射架呢 处在两个不同的状态 画面左边的长征七号和长征八号发射架呢 处在打开状态 是因为它已经发射完毕了 而右边呢 我们的长征五号的这个活动发射平台呢 是属于关闭状态 长征五号呢 就在内部 发射之前这段时间里边 竟在对火箭进行燃料加注啊 和整体测试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而在发射架周围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保护装置 在我们长征五号的发射架周边有四个高塔 这四个高塔是什么 是避雷塔 就是以防在我们发射任务期间 周边有天气恶劣的天气变化 造成这样的雷击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中国门昌航天发射场 现在时间上是北京时间的5月2号的下午1点钟 在我身后大约四公里的位置呢 就是长征五号的发射工位 此时此刻呢 整个发射场内呢 正在下着萌萌的小雨 而在几个小时前 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 从5月开始 海南进入雨季 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非常常见 在火箭发射的前一天 突然见到了这样的暴雨天气 让我们不由得对第二天的火箭发射 产生了一丝隐忧 送嫦娥6号飞天的是哪个火箭吗 长征5号 嫦娥6号要去哪里呢 要去月球 去月球的背面 嫦娥6号采完样之后还要做什么呢 会把它装进一个像那种 像一个梯平的盒子里面 然后送回地球 我知道的是嫦娥4号 它也拍过月球背面的样本 历终长征5号 快速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点40分左右 再过4个小时 长征5号搭载着我们嫦娥6号 即将升空 此时此刻窗外的天气 是非常的晴朗 要比前两天的天气好很多 可是呢 在我手中呢 有一个卫星云图 通过这个卫星云图 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海南岛的西侧呢 有一片非常强的降雨 我们也希望呢 这片降雨呢 不会影响到此次发射 现在呢 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5分 距离我们发射呢 已经不足两个小时了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 是我们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 飞控大厅的酒楼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呢 就是我们长征5号的运载火箭了 这个时刻呢 有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 这么一个小仪式 包子 每一次发射都要有这样的包子 这个包子是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包你成功 一定成功 来 现在呢 老赵呢 替大家品尝一下 现在呢 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点15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我们测控中心的9楼的位置 而在我身后这块牌子上 标明了 我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呢 长征5号火箭指挥测试控制区 也就是说再往里边走 就是我们长征5号的控制中枢 也就是大脑了 火箭的一举一动 都会在这里展现出来 在这里边呢 随处可见呢 是长征5号的字样 长征5号火箭策发指挥间 好 现在呢 我们也只能到达这里了 就在我左手边 这个大厅门内 就是我们的指挥控制大厅了 这里边是不可以进去拍摄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大厅的外部的墙上 写着八个字 万无一失 圆满成功 也就是此时此刻 这个圆满成功几个字 是我和我的团队 送给长征5号的一个祝福 现在镜头远端 那片区域 肉眼可见正在降雨 一个工作人员他告诉我 我们的天气不会影响到此时发射 我们可以目肉眼可见 这片阴云距离我们发射架 已经咫尺之遥 但是我们相信此次发射 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为我们发射场内的工作人员点个赞 很厉害很厉害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随着距离发射时间越来越近 发射场内下起了暴雨 正当所有媒体记者 都在担心发射将被延迟时 我们听到了指挥中心 按时发射的指令 5 4 3 2 1 电话 电话 请飞 提灵 1 10 200分 29秒 132毫秒 提灵 1 10 200分 29秒 重庆找完 就在刚刚我们的长征5号呢 顶方贸易一飞冲天 但是在发射之前 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记者 都为长征5号捏着一把汗 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么一段时间 我的镜头当中 长征5号竟然消失掉了 完全看不见了 因为在过往那么长的时间里 我刚看了发射 已经不计其数了 这种情况是第一次见的 其实在我心中觉得 当时可能这次发射就要延迟了 但当时我回头 望了望身边 还有一些穿着蓝衣服的工作人员 我问了他们一句 他说 我说 这次发射是不是会推迟 他们说没有问题的 下雨我们也一样能发 所以说他们也给了我们 一些一定的信心 所以随着倒计时 可以说就是在零窗口 就是在我们 事先预设的最佳的窗口位置 也就是5点27分 我们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 一飞冲天 为我们长征5号 为我们中国航天 点一个大大的赞 现在呢 我们又回到了 长征5号的火箭策发指挥的大厅 你看到吗 越来越多的人呢 向这里汇聚 在等待什么 等待那个大轰平 也就是此次发射 圆满成功的 那个一瞬间 大家都在这里哦 北京文昌报告 下面请发射厂区指挥部 张作胜指挥长 宣布发射结果 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同志们 根据长征5号运载火箭 飞行数据 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监视计算 嫦娥6号探测器 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太阳翻版展开 工况正常 现在我宣布 本次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我们的控制大厅 就在我们的身后的大屏幕上 我们来镜头看一看 热烈祝贺长河6号任务 发射圆满成功 热烈祝贺长河6号成功发射 阿吉斯坦的立方星 把它装到我们原来的一个配重块的位置 摊测器呢 第一次进入自动后 到达12小时的轨道的时候呢 我们在远跃点将立方星进行分离 这个立方星呢 它就自主进行飞行 对月球进行拍照 值得一提的是 这颗立方星也让巴基斯坦 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 拥有绕月卫星的国家 并在不久前 发挥了日月同框的太空影像 而我们的嫦娥6号 则继续接近月球 在接下来的两次进月之动之后 进入高度约200公里的环月圆轨道 在此期间 着陆上升组合体与轨道返回组合体 将进行分离 这个就是一个整个探测器的一个简要的一个模型 刚才说的轨道器 这个是推进仪仓 肚子里面还有一个返回器 这个是着陆器 着陆器上面的一个上升器 进入自动以后 将着陆上组合体分开 就是这两个组合体分掉 分离之后 轨道返回组合体继续环越飞行 着陆上升组合体 则与雀桥二号冲击星建立通信链路 实施动力下降和着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此次嫦娥六号的任务目的地 月球背面南极爱特肯盆地 还从未被采集过任何月壤样品 它是月球背面一座直径约2400公里 月球上最古老和最大的撞击坑 也是太阳系中已知最大的撞击坑之一 在这个盆地内实施采样返回 具有重大的科研意义 这里的月壤样品有机会帮助我们 在太阳系早期撞击历史 月球背面的火山活动 以及月球地质演化等重大科学问题上 取得新的认识 进一步拓展人类对月球乃至太阳系的认知 在着陆上升组合体着陆之后 组合体上的全景相机会对着陆区进行成像 这也将是人类首次获得的近距离月球背面影像 着陆后的组合体将开始一系列的科学探测工作和采样工作 钻取采样装置将钻入浅层月壤中 采集保持后面层序的样品 表取采样装置也将会在月面的多个位置 产取月壤和拾取页岩 整个过程都将由探测器自动完成 其实长河6号探测器在长河5号探测器的基础上 然后又进行了一些月背采样返回适应性的一些设计 更加的自主更加的智能来完成我们的月背采样任务 我们在月背的这个表曲采样 我们采用了一个序列化的一个方式 然后预制了很多程序 我们探测器可以自主地去判断我们怎样采 然后来高效地完成月背的采样返回任务 关于钻取也是我们把自主的采样 和我们专家的知识来结合 形成了一个人在回路的这样一个采样的一个方案 然后来完成钻取的采样 在完成样品采集之后 上升器将以着陆器为平台起飞 等待在月球轨道上的轨道返回组合体 会主动靠近上升器进行捕获 将上升器中的样品容器转移到返回器内部 之后轨道返回组合体与上升器分离 并在月地转移窗口到来后 进入月地转移轨道向地球返回 当飞行至地球约5000公里高度时 返回器与轨道器解锁分离 向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的着陆场进行降落 由于嫦娥六号是嫦娥五号的备飞行 降落返回的方式也基本一致 在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时 创新北京的记者有幸全程见证了 嫦娥五号返回舱的回收过程 整个过程至今记忆犹新 气象预报 今天晚上气温将达到零下27摄氏度 各车组下去处置期间做好防暖防护 这里风非常非常大而且很冷 现在绝对有零下 接近零下30度 风力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旗子 这里边有一面旗子 导演先锋旗已经被风吹成这样了 今天这个天气呢确实要出乎意料 这个风呢是在我们出发之前还不是很大 但是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大的风了 现在呢 这个风已经达到了六七级以上 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搜索队呢 现在就停在这里 停在这里呢 等待着这个 这个 返回器呢 进入大地层 才能被我们所找到 大灯 这个整个的这个 前方车辆大灯所照的方向 就是稍后我们要进入的 这个落区 你说前方黑黑黑漆漆的这一片 就是我们的落区 就在前方不远处 可以把车走了是吧 可以走了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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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消息我们要走了 好了 我们要走了 直升飞机 离我们一起同行 好 现在我们已经离这个落点非常非常近了 三辆以目视发现返回器 返回器呈直立状态 找到了找到了 直升飞机呢 现在已经悬定在办公中为这个落点照明 看来跟我们意想差不多哈 咱们这第一队还是比较快的 谁能想象在大草原上还能够堵车 堵成这样 我没想到 见到这个长安五号返回器的最后最后五百米是跑过来的 终于见到他了 现场工作人员呢正在对这个返回器的这个落点进行测量 也对这个返回器的这个天线盖等一些零件进行检查和回收 我们可以看这个返回器着陆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一个基本上正立朝上的一个这么一个姿态 而且这个返回器的底部已经经过了这个灼烧 是非常黑的 这跟这个船 这个神州飞船落地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在落地之后一直呢 持续通电状态也一直向我们来发射的这样的信号 告诉地面人员 不告诉空中搜索人员他的具体位置 您是哪架飞机的 我是搜索通信机的 通信机的啊 这次咱们这个搜索的顺利吗 非常顺利 非常顺利是吗 非常完美 非常完美 它通过黑障区之后 很快就咱们就发现它了 对 咱们在空中的时候就已经捕捉到了 一直目视着它 看着它落地 是吗 对 是哪架飞机最先发现的 我们的指挥机 指挥机最先发现的 对 指挥机 所以说你们从发现到落地前后 经历多长时间呢 5到10分钟吧 5分钟左右吧 5分钟左右就定位了 对 就已经找到了 就已经找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 陆航的空中搜索队的旗帜 在这里高高飘扬 咱在这儿怎么运走呢 没有两种方式 这个是就是说 咱们现场的拖运车给它运走 哦 现场拖运走 第二天等天亮之后 咱们直升机 给外交给掉 掉到那个支援所 好 恭喜恭喜 这次任务很成功 恭喜恭喜 跟你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数据 此时此刻我们这个落点 是跟我们 预先所计算的距离 呃落点呢 只相差两公里 这是个相当惊人的一个距离 只要要回想上一次 神舟11号飞船落地的时候 要比预计的这个落点 要偏差100公里以上 潮湖的拉起 长安五号返回系 搜索回收任务 圆满成功 长安五号 欢迎回家 我们近距离 接近那个返回系之后 发现整个这个仓体的外壁 已经经过大气层 高温烧时的 已经起了泡 表面那种耐火的残量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 可以看到它的蜂窝状的这种隔热层 很清晰的蜂窝状的隔热层 而整个这个这个 返回舱的顶部呢 这个盖内应该就是安放的这个 放置了这个两公斤的月亮 我们今天在这个车队里 见到的这个 背着叼车的这个大家伙 已经在这里待命了 航天五院呢 工作人呐已经准备好了 这样的棉被呀 不将这个 返回系包裹下来 进行运输 快点往那冻住了要 要冻住了 看 太冷 返回系呢 也要穿上棉衣 专门给它定制的棉衣 要给它裹起来 同时呢 哈哈 现在大家都在干一件事 这个动作啊 这两天再重一波了 这个大量的暖宝宝 要贴在这个 返回系的这个 棉衣身上 贴完这个暖宝宝之后呢 下一步就该吊装了 就该吊装了 好了 我们等待着 雕出进场 为了彻底隔绝 四子王旗的 极弹低温 现场工作人员 又在暖宝宝外 增加了一层 加厚的保温棉罩 我们可以看到它底部啊 蜂窝状的这种防火热层 好 朝五号的最后一个最后一面也被射挡住了 哈哈哈哈 包裹在了棉布当中保温 太冷了太冷了 好啦 此时公子人员在做最后的处理 他将被运上卡车 好了 我们要跟长俄五号返回去说再见了 根据国家航天局发布的消息 长俄六号将于六月初正式降落于月球背面的逐路点 创新北京也将持续关注 带您一同了解长俄六号任务的最新进展 第十三届全球地理信息开发者大会 于五月十五号在北京开幕 院士专家 政策制定者 创新企业代表等 围绕重新定义数据价值主题 共益技术发展与产业创新 非常高兴能够受邀 珠奇今天的WGDC2024 自2012年举办至今 全球地理信息开发者大会 已经成为了空天信息领域的盛会 本次大会历时两天 举办十余场主题峰会 涵盖生成式人工智能 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 卵生成式 智能地图等热点领域